清晨六點多的這起衝撞事件 也再度讓總統府的危安問題成為焦點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就建議說 應該把總統府搬到大直的恆山指揮所附近 才能夠長治久安 其實如果要長治久安 最理想總統府還是搬到大直恆山指揮區那附近去 不過那個牽涉太廣了 以後再講 其實總統府擺在那裡不是很好 而且從日本總統府一直留下來變台灣的總統府 這實在是怪怪的